他醒来了 还没 还没 驾驶油门一败 下意识要冲 实俗猛撞 差点撞死 驾驶座旁 狂敲窗的远景 先熄火 先熄火 车子先熄火 先下车 你先下车 看见学长差点被拖行 学妹脊椎上去 破窗歹人 只是车门一开 才发现恶劣撞进驾驶 根本早就昏死座椅上 罪到失去意识 终告 继续继续继续 好 你已经射写 公公危险之处 酒测值高达2.55毫克 离谱超标 远景还在车内搜出毒品 驾驶又醉又毒 在高雄中正一路上 差点闹出人命 而在北市万华 则有小黄问奖 在罪客返家 被怀疑看他最A他钱 罪堂车内赖着不走 把身上谨慎的一百块 放座椅上表达不满 罪客指控问奖 车资才235元 却找钱不老实 害他钱包里头只剩这些钱 司机大哥的名片 先收好 等你睡醒了 没你口袋 我还不会欺骗他 我知道 要求给明细要对仔细 但问奖功称已归零跳表 无法提供明细 不可能 按结束之后 你再按列一台 会再列一上次 招前罗声门 双方各说各话 警方建议罪客等清醒后 亲自驱趟车行 又明细好好厘清真相 介绍教员产生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一起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